狗狗的狗老公 今天我两个月大了 最近我每天心情都很好 吃得好食得好 狠手哭闹 爸爸很好奇 我每天在想什么看什么 他拍了很多我的睡觉的画面 给你们看看 叫我起床 换个尿布 不能踢 来我帮你抓 不要踢 这种一踢就踢到响上了 没事没事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就是出的有点多 晚晚要花点时间 给我们慢慢插一下 好不好 耐心等待一下下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好了爸爸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花好了 爸爸让我看步步 他们要吃早餐 冲冲希望又被爸爸拍到了 早餐后后他们聊完一会儿 笑什么笑 妈妈老是欺负你 老欺负你 这样子是最贵的 你说妈妈你老欺负我 出门陪他们去买菜 超市能看的东西太多了 我都不知道该看哪边 信息量有点大呀 我每天还有一件重要的工作是陪他们散步 有时是躺在车里陪 有时是爸爸绑着我陪 在车里我能看到一些风景 如果是在爸爸怀里 他以为我看到的风景是这样 实际我的角度看到的是这样 他还老爱拍我 我都不忍心提醒他 如果不绑着我爸爸拍照 我还是满意的 说到拍照 前几天爸爸辛辛苦苦推着我 去一个山坡观景拍摊海 爸爸说我出生在海边还没看过海 所以带我来拍拍照 你没看过哪儿第一次啊 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我睡着了 这个胖胖一来看海睡着了 给你记录下来啊 你来看看 爸爸妈妈带你来看啊 不要说你没来过 上岁他们一片苦心了 给你转一圈看看 等我找到一定会看到这段的 但这一刻我已冲着大海 是这样的 好吧那视频也就到这里吧 下期再见